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调精养颜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计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口碑保障 十万本地优质会员 百分百十名认证 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匹配度 总有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有喜 婚恋服务平台VIP会员 想脱单就立即扫码 加入我们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感情史的话没有 但是喜欢一个人 喜欢了可能有个两三年左右吧 希望稍微有一点点风云贵气就可以了 她性格开朗 素颜来到相亲现场 真实一点嘛 就还好吧 你平时大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嘛 两人交谈 只谈吃喝玩乐 哦 茶叶 就是喝的那个奶茶 那你逛街是要买东西吗 买四大 是什么让坚持素颜的女嘉宾现场化妆 两人互动气氛融洽 为何融洽的氛围会让男生有这样的感觉 他会一直发我白眼 最终 两人能否牵手成功的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爱情靠中取 无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员于翰 现在参加凡人游戏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来参与节目当中 首先要感谢红毛药酒的赞助播出 一杯药酒 白草香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精选67味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指检把关 将心传承 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不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男嘉宾 22岁 至今没有感情经历 但是之前他暗恋过一个女生 长达两年的时间 那这是不是也能说明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是一个比较长情的男生呢 我们的男嘉宾来自河南 以前在河南有很稳定的工作和事业 现在只身来到咱们重庆了 想在重庆成家立业 所以说先得成家嘛 那男嘉宾就来到了凡人有喜 想要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个人 那具体男嘉宾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何顺 今年22岁 来自河南信阳 目前的话正在戴业 本期这位男嘉宾 何顺 22岁 身高1米73 职业 戴业 月收入 5 婚姻状况 未婚 感情史的话没有 但是单恋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 喜欢了可能有个两三年左右吧 但是他不喜欢我 后来我们又考到不同的地方 就只有无疾而终 平时的话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 唱歌 听歌 还有跳舞以及看书 闲的时候可能会在家弹吉他之类的东西 择偶标准的话 我希望它是一个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然后最好是长头发 因为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就是听歌啊 或者去看歌剧这些东西 所以的话就还是要有一定文化素养 长相的话没有太大的要求 就是希望稍微有一点点风鱼贵气就可以了 男嘉宾走要求 一 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二 长头发 三 风鱼贵气 有请小和 欢迎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和和顺 你好 我们这个凡人有喜 来到凡人有喜的这个外地人特别多 你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你还年轻啊 22岁 怎么想着要来重庆这个安家立业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三岁 就重庆到三岁都特别好 而且吃的也特别多 我这个人就是吃货 那吸你到重庆来的是我们这里的美食了 对 主要是火锅 主要是火锅 对 主要是火锅 很能吃辣吗 就还好看当天的心情 那在重庆想要这个成家的话 你看父母还在这个河南呢 怎么办 对 但他们也支持我 是吧 就认为孩子大了 就成家立业都是自己去发展 那你看来到重庆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自己现在还处于一个待业的状态 就来相亲的话 会不会担心女生会觉得你的现在的情况不够稳定 不会 因为今年的整体状态是这个样子 在明年就会有改变 那准备做什么呢 准备就是关于设计方面的吧 因为我本认为是学设计的 看来对自己的这个未来是非常有信心的 对 姐姐好像担心多了 没有 我都规划好了 都规划好了 自己都有规划 对的 现在是在启动做的阶段还是 现在就等到一名惊人吧 天哪 我相信你自己那么胸有成竹的 年轻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拼劲 来参加凡人游戏 我们一定得聊聊感情 之前我也知道 你有一段不成形的感情 算是自己在单恋是吧 对 喜欢了两年 因为那个时候就青春期懵懂嘛 就还是感情还是比较深 比较认真的 就是也很容易就打开心怀 让别人走进来 但是 没有大胆地去追求吗 追求来到他拒绝了我呀 但是拒绝还不是要喜欢 就是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呢 对吧 拒绝了还是坚持着喜欢 对 直到后来就是考大学 分开就是不在一个学校 是高中就喜欢上了 对 哎呦喂 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蛮纯的一种想法 我单纯的就是喜欢 对 就是单纯的喜欢 就不涉及什么其他的东西 就是单纯的喜欢 那现在你在对待感情的话 也是从单纯的出发 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些 阴性的要求 至少要五官符合我的审美 其次是我们要有一定的三观相合 有一定的兴趣爱好 这样才能一步一步感情慢慢加深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五官的描述 我个人喜欢长头发的 最好是鹅蛋脸 就是有点丰满像唐朝那种审美的那种 我喜欢丰满性的 但是丰满不是胖哦 好 一定要界定好是吧 对的对的 长头发 鹅蛋脸 有点唐朝的那种韵味的美 因为我知道你还是喜欢 有那种内涵修养 喜欢文艺的女生 对 就是因为我平时也会看一些 就是舞台剧啊 歌剧啊 而且我也会谈其他 看书这些之类的 您是比较文艺的男孩子 对 就是所以说 他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 和一定的教养在里面吧 好 那其实今天根据你的这个要求呢 我们也是匹配到了这么一位女生 因为你看你又是一个外地人 来到重庆 对感情也是非常向往的 又没有感情经历 所以我们还精心地为你安排了 我们这个情感导师 先进行一个相亲前的一个小的辅导和咨询 你看怎么样 可以的 可以的 很开心 对 就在这个楼上 是我们凡人有喜的会员中心 好 我们就到那儿 专业的老师看看 他能给到你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 好吧 老师你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和顺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相亲 之前没有就是谈过恋爱 就只在外面喜欢过一个人 所以能不能给我做一些 像一般反而有点紧张之类的 首先的话你今天第一次和女孩子相亲 要把自己那种紧张的心情要放松下来 然后自己你一定是要很有自信 因为你自己的外表是非常阳光帅气的 一定要好好地展现自己的长处 展现自己的优势 然后和女孩子相处的话不要太激进了 然后慢慢地来 循序渐进地来 然后就是围绕女孩子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去跟她展开沟通吧 这样好一些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院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看脸 发型还是一个帅哥来的 但是这个穿着我也是觉得非常迷 感觉像是刚刚退役就来相亲的 但实际上不是军人 男嘉宾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想找一个风鱼贵气的漂亮女孩 只是我觉得就你这个打扮 让我觉得不太能够相信你的职业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男嘉宾 能否找到她心目当中的女神呢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何欣怡 我今年22岁 然后我之前是在培训之后当一名音乐老师 因为今年早出疫情的原因 然后已经辞职了 现在还是一个待业状况 本期这位女嘉宾何欣怡22岁 身高1米70 职业 待业 婚姻状况 未婚 月收入5 之前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交往了一年左右 然后觉得不太合适嘛 就分开了 我的兴趣爱好是平时出去玩 出去逛街 然后偶尔还喜欢去抛下图书馆 还有出去旅游 这些都还是蛮喜欢的 我的一个责务要求的话 就是要比我高一点 不用高太多了 1米9那种就太高了 然后长得要帅一点嘛 毕竟我还是比较有点看脸的 文化素养的话要还是稍微高一点点 就比较聊得来那种嘛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身高1米70以上 二 长相中上 三 文化素养高 弹得来 好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今天的女嘉宾了 来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我叫何欣怡 我给你拿这个就行哈 欣怡 好 这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揣兜里 好 我觉得你有一点点冷 有点冷 原来你才22岁 怎么感觉身体还没有我好 我想知道你对男生的要求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你给我们的资料里面 好像什么经济呀 包括他的个人的那种情感状况啊 这些事业 你都没有太明确的一个要求 反倒就是说外星可以就行了 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长得好看吧 然后身高的话我的要求还是有的 就还是也比我高一些嘛 比你高一点 然后就工作的话 我的要求也不是太那个 因为我现在自己 今天这个原因嘛 我也不能说太那种 也不能要求别人 好 那因为我要非常坦诚的告诉你 就是我们今天男嘉宾呢 他也处于一个待业的状态 不过呢 他告诉我 他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 是非常明晰的 而且信心满满 这一点你介不介意 我倒不是很介意 不是很介意 说一个让你开心的事 男嘉宾的五官 我相信应该非常符合你的要求 长得也不错 外星OK的 你看就笑成这样了 笑得很开心 发自内心的感觉到 不过呢就是身高上 可能你的要求 在身高上是重点 外星和身高是重点 那身高上 有可能是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不过到时候看了之后 你自己再来评判好不好 只要比我高就行了 反正不能比我矮就行了 就还好 就还好 长得好看 咱们的其他标准 就可以降低了 在你这儿现在就这样做的 不过也是 天天你看对着好看的人 自己心情也会愉悦一些 是吗 作为一个资深的相亲红娘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妹妹 你看今天咱们过来 也没有化个淡妆 头发也没有去好好地收拾一下 要不要准备准备 我觉得现在不是太需要嘛 就真实一点嘛 就还好吧 你平时大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嘛 是 以真实的状态是人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不过今天相亲呢 你确定吗 我再次提醒你 确定确定 确定是吗 好吧 那反正我已经提醒到这个份上了 最后看你自己 你想见的是一名帅哥 好 男嘉宾呢 已经是做好充分的准备了 这样我们就去跟他见面 好吗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从外形上来说 完全符合男嘉宾的这个 女生的描述 黑长直的头发 真的是绣发如云 发量多到我嫉妒 要说五官的话 也是相当地清秀 而且个头一米七啊 女嘉宾的外形 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这个打扮 我真的要吐槽 因为我看到他 就自我介绍的时候 穿了一件那个毛衣 那个裤子 我就觉得这么居家的打扮 那双鞋也是 下楼去逛超市的时候 穿的那种鞋 感觉就是今天是 出去倒垃圾 顺便就来相个亲 就整个人透着一种随便 妆也不画一下 眉毛不画一下 口红都不肯涂一下 你说这个再漂亮 我们也得好好打扮一下 你说对不对 好 那么女嘉宾 来到节目当中呢 我听了一下 则我要求 可能这种比较在意 内涵的女孩子 可能对外表 真的不是那么的上心 她就想找一个 也有文化内涵的 能够跟她能够聊得来的 因为姑娘平时的爱好 是泡图书馆 OK 你们两个人 都是挺文艺的类型 那么见面之后 能否擦出火花呢 我们男嘉宾呢 其实已经来到现场一会儿了 她也非常有心 因为自己没有这个感情经历呢 我们就给她安排了情感老师 然后现在对她进行一个 这个相亲前的一个辅导 因为她自己也想一会儿 跟你的这个接触 更顺畅 更有意思一些 觉得怎么样 我们这个男生有没有心 好 我看看她是不是已经 应该快下来了 小何 怎么样 感觉 感觉很棒 很棒啊 来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 其实是重庆的小何 跟这个河南的小何 一家人呢 两位都姓何 来 认识一下好不好 两位 你好 我叫何顺 你好 我叫何欣怡 巧不巧 这个千里一月一线 我们还是签了 有那么多公里了 对 那刚刚上去之后 情感老师 我相信应该跟你说了很多 接下来需要你做的事情 是吗 那想怎么样跟女嘉宾 安排今天的这个约会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 先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 如果聊到还是挺开心的话 我们再考虑其他的 先看看状态怎么样 是吧 对 那男嘉宾想邀请你 坐下来聊一聊可以吗 走吧 走吧 好吧 来 主动一点 那我们这边走吧 你家不是在河南吗 怎么跑到重庆来啊 就是想来这边看看 在这边找一下工作定居在这边嘛 这边环境什么的都还可以 而且重庆火锅 味道确实可以 哦 河南有什么呀 米吗 面吗 河南主要是面 但是我们那边不吃面 我们那边吃米 吃米还吃什么呀 吃辣吗 只要看个人的口味 但是我们那边 怎么说呢 就特产的话就是茶叶 其他就没什么了 哦 茶叶 这个娱乐圈的哪些明星啊 我喜欢男女的吗 都可以 喜欢迪迪尔巴 那你喜欢迪迪尔巴是喜欢它的五官吗 对啊 它五官很大 心情的五官也很不错 哎呦 是吗 你平时喜欢干嘛 平时就在家看上书锻炼身体 然后空的话就玩一下乐器之类的 主要还是喜欢唱歌跳舞之类的东西 就关于艺术的都还是挺喜欢的 你呢 我觉得你还是有点牛 就这些东西还是一般人的话 好难静下心去做这些 你有什么心情 我喜欢 我的兴趣还是有点广泛 就重庆图书馆 就那里面很多什么哲学 还有历史 还有文学这些 我还是有点喜欢去借那个书 所以你也是在重庆图书馆借的书吗 对呀 我也是 你做什么事 做私契吗 就一算就到了 就 没有我这边的话离有点远 就可能要做地铁环线的话之类的 以前没记得的时候我还喜欢去 那个九龙坡那边 比如说那个杨家瓶那个新华厨厨厨串 西岛的话平时什么逛街呀 出去玩呀 就旅啊这些还是挺喜欢的 那你逛街是要买东西吗 买次的 这是 就逛街 就需要收完一杯奶茶是吧 没这么夸张 那你一般去关键北深天街 不 关键那个步行街 就是那一堆步行街 还有好吃街 但我觉得好吃街的东西 不是特别的好吃 还好吧 那火锅有推荐的吗 火锅呀 就还好吧 我一般在家自己做 就买点底了 因为我家以前开过火锅店 就有点吃腻了 但我觉得火锅吃不定 我觉得我很喜欢吃火锅 但是我里面放的食材 可能会有点偏皮 那是 就是 就是牛鞭啊这些东西 就是脑花 脑 还有呢 就基本上就这些吧 然后就是鳝鱼带鱼吃 带鱼 鳝鱼 你好通口味哦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鳝鱼很好吃 而且其他的口感都还很不错 你喜欢吃这些吗 对的 当然素菜我也吃 我感觉你好通口味哦 就每个人要尝试新鲜的东西 好我们的男女嘉宾见了面 见面之后的聊天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 女嘉宾对男嘉宾所有的问题 都像是我们重庆本地人 对异地游客的那种好奇 就像我们在外面 遇到一个河南来的朋友 我们可能就跟他聊 你怎么那么喜欢重庆啊 你聊到重庆来干嘛呀 你喜欢吃重庆什么东西啊 你们当地有什么特产啊 全都是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可以问吗 可以问呢 但是它没有落到实处 我们今天不是一个交友节目 我们是一个相亲节目 大家还是要去问到一些 实实在在的问题 比如说职业啊 家境啊 你对爱情的看法是怎样的 你对消费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要聊到一些 这些接地气的话题 而不是女嘉宾的那些洗毛潦草的问题 而且我们的女嘉宾啊 虽然她说她很爱泡图书馆 但是我没有看出来 这个爱泡图书馆的内涵 目前这个爱好给我的感觉 还停留在一个泡图书馆的 动词的概念上 而且女嘉宾我要提醒你注意啊 一定要今天回看节目 你的表情管理是很有问题的 笑的时候很乖 不笑的时候那个脸就有点呆滞 除此之外呢 这个白眼翻的咧 我觉得比我都厉害 一定要好好的去纠正一下自己 翻白眼呢 肯定是不美的 而且有时候还会令人引起反感 因为对方会想 你是不是对我有所不满呢 那么女嘉宾的这一通操作之后 男嘉宾对她的印象有好起来吗 本人有喜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新中药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我想知道 因为这也是你的第一次 人生当中的相亲 第一个相亲的对象 跟自己的预期有没有出入 就还是有点落差吧 就女嘉宾的性格的话 做朋友还是蛮适合的 做朋友蛮适合 对对对对 就因为比较大力烈嘛 就可能会做好温婉会好一点 所以你本身想要的是那种 比较温婉文静的女孩子 就是性格可以好爽豪迈 但是太大大咧了也不好 那女孩子还好啊 今天就聊个天 怎么判断她是大大咧咧的呢 就像我们第一天相亲 她就不是特别尊重你知道吧 头发呀什么妆容 都没有弄就完全 至少我来我还是稍微收拾了一下 毕竟第一次见面 就是还是要尊重一下对方 我还以为她有哪些地方 不好的什么品德了 不好的性格了 让你有这样的误会 原来是觉得她没有化妆 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 应该重视一下 对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嘛 那其实确实人有的时候 在有些场合人靠化妆嘛 靠衣装这些 我之前有提醒一下女嘉宾的 只是女嘉宾也有她自己的心思 她觉得呢要给你她最真实的状态 如果以后两个人谈恋爱 甚至结婚了 那你也能要看到她这一面呀 现在她觉得如果说化妆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武装 对你的不真诚 她是这样想的 你可以理解吗 我不能理解 因为我觉得就好像一块雕塑 她本身就是一块石头 就是很丑陋 就把它雕好看了 你才会喜欢她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对她 越熟悉以后 才会对她就是有一些 就有一些情感在里面 就像女嘉宾 我第一次见面的话 没有化妆就第一眼就像 类似于就不是特别好的那种 如果说她第一次化了妆以后 就必须有好感 那么以后才会去聊下去 相当于我们见面 就只不宜没有化妆这个地方 那我其实觉得她这一点呢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咱们也不能用光这一点 就评判这个人怎么样 对 不能太武断 是吧 但是她 我们刚开始聊天的时候 她就把我们聊天话题 去引导在吃的上面 旅游的什么都很片面 就是没有很深刻的去了解 然后就是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会一直翻我白眼 就让我有一点还是不太舒服 翻白眼有可能是个人的习惯 这个一会儿我也帮你问一下 到底是对你不满意呢 还是自己的习惯问题 还有一个你说的聊天的这个 我也觉得听着就很片面 当然兴趣爱好非常重要 以后能不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 也蛮重要 对 要回得来 对不对 不过因为我知道你非常重视 是想往着就是成家的那个方向去的 对 那我建议哈 因为第一轮呢 确实两个人一下就深入嘛 也有点突兀 所以接下来女嘉宾 愿意去改变一番的话 那你愿不愿意再跟她 把这个话题往深入了再聊一下 还是愿意的 还是愿意的是吗 这个女孩她至少跟你的聊天当中 显得她比较简单 对 就是个性很开朗 很好 个性开朗 对 是吧 对 所以呢 你就稍微躁 我就去了解清楚哈 你在意的这些情况 在女嘉宾那里 她到底是一个出于自己内心本能的反应 还是就是不可以的 好不好 好 可以的 你稍等 感谢红毛药酒的赞助播出 一杯药酒 白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味道的药材 经过671项指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药香浓郁 能治病滋补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来 妹妹 刚刚跟男嘉宾聊了这么多之后 整体的印象如何 我觉得还不错 就长得也好看 就 除了长得好看 您就没留意其他的事情吗 就就就就 那身高这一点是过关了是吗 对的 对的 那她的其他方面呢 其他方面就 就整体的打扮也挺不错的呀 就蛮符合我的 是美 想象的 想象 嗯 你看你也说到了哈 男嘉宾的整体打扮哈 包括他的发型什么的 都是精心弄过的 就证明他也很重 重视今天的相亲 是吧 所以男嘉宾就给我提出来了 啊 你看最开始 但是我还跟你在说 我说要不要今天化个淡妆 淡淡的啊 就行 也是出于咱们对今天本次相亲 对于男嘉宾的一个礼节嘛 嗯 是不是 而且化了妆更漂亮 人都是感性动物 第一面是非常重要的 啊 所以男嘉宾就觉得 啊 你那个第一次见面哈 就这么素颜 好头发 化妆衣着什么 都没有像他那样精心装扮 是不是不够重视今天的相亲 会给人家产生这样的溢灰 嗯 是吧 所以接下来要不要去 自己改变改变 化化妆 我们这里也有那个 提供就是化妆的地方 好的 没问题 可以自己装扮一下 给他一个新的形象展示 好吗 好 第一个问题啊 然后男嘉宾也说到了 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聊天哈 一直非常片面 只说到什么旅游啊 吃啊这些 因为他呢 作为一个外地人来到重庆 是想在重庆安家的啊 他今天来相亲就是想往成家方面走 很认真的啊 所以想跟你聊得更深入一点 但是一直 两个人好像都没有进行下去 这个话题 嗯 你有没有就是兴趣跟他 把话题往深再聊一聊 嗯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吗 嗯 嗯 那接下来 嗯 除了咱们吃喝玩乐以外哈 还是可以了解 实质性的一些东西 如果说两个人要走在一起 那些 因素 家庭因素呀 未来的打算呀 这些都要聊一聊 嗯 好的 没问题 最后哈 我可 我可能觉得男嘉宾是比较用心的在观察你了 哈哈哈哈 他说你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 呃 这个一直在翻他的白眼 有这种情况吗 哦 这个可能是平时更习惯有一点点 对 不是 不是那个刻意的像我们 不是刻意的 所以一会儿这个还是要跟他解释一下 好不好 那这样 既然你也愿意对男嘉宾也印象这么好 我们接下来就先从我们这个呃 面容改变开始 女嘉宾愿意做出改变 那化妆的她 会给男嘉宾眼前一亮的感觉吗 我把你的这个刚刚的这些想法 反馈给她之后呢 即刻的女嘉宾就去做出了一些变化 那当然比如说你说像衣着呀 这些 不可能马上去改变 但是妆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样我们现在就来期待女嘉宾这个化完妆之后 是不是跟前面判若两人 过来吧 过来吧 好 感觉如何 好 很漂亮有点惊艳 是确实这个人美呀 还是化妆衣着都非常重要哈 当然 我觉得其实不化妆有她自己的这种感觉的 自己觉得这样的状态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很好的就感觉蛮不错的 自己也觉得漂亮了是吗 我还想你当面的跟男嘉宾说一下翻白眼这个事 那个我其实有一点点进食 然后一直都还是戴着眼镜的 就今天嘛 就 就那个 因为戴着眼睛不好看嘛 就没戴啊 可能眼睛有点不好使 就觉得 可能看着有点虚 其实我们近视眼都知道 如果在那个 没有戴眼镜的情况下 经常会虚眼睛聚焦嘛 是吧 就给人的错觉啊 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恨你啊 给你白眼啊 这些 现在能理解了吗 能理解能理解 那既然女嘉宾也换了一个美美的妆啊 嗯 我想问男嘉宾还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和沟通的 或者女嘉宾这边两个人还想继续再了解一些什么 想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彼此家庭状况啊这些之类的 是否是独生子女这些 那我看两位啊 其实都已经为彼此啊进一步的了解都做好准备了 也是有那份心的 那这样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到两位一些时间啊 嗯 往更深入的地方再去多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的 此时男嘉宾特意下楼为女嘉宾买奶茶 那接下来的相处能让两人对彼此的印象加分满 我给你泡个奶茶 上一下 哦 谢谢 谢谢 我感觉可能会喜欢奶茶 你怎么知道 就聊家商的时候你跟我讲喜欢喝奶茶 我就给你买了一杯 那我们下去三下步 接下来是吧 可以的 好 走吧 感谢红毛药酒的赞助播出 一杯药酒白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精选67味道的药材 经过671项指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药香浓郁能治病 肢不养生福瘦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本人有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新中药神威牌四五合剂 原自千年经典经典 调精明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那问一下家里面的情况吗 我有个妹妹 就一个亲的亲的 就你妹妹初中吗 要上初中了 六零级对 十一岁 我一个弟弟 我弟弟都算高中了 就你们都是重庆人 不是从其他地方签户过来的吗 我是重庆人啊 就我妈和我爸都是重庆的 那我感觉你的性格大大咧咧的 就还是蛮像北方女孩子 还好吧 这里是南方还是北方 我也不知道 应该说南方吧 这里重庆是南方 那你答案来重庆的话 你父母也要来吗 不会 他们在家照顾我弟弟 我基本上是留在重庆 他们也不会说要来重庆 毕竟落叶归跟他们的都在老家 对 就能方便简单的聊一下 你之前的那个恋情吗 就我们是在学校认识的 学长吗 还是学弟 学长 学长 他主动追着你 当时怎么在一起的 我也接不太轻了 就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 但是学校里面恋情一般 都还是蛮单纯的 那也是 就个子很高是吧 不是很高 就还好 就比我高 差不多 差不多 也是重庆人吗 也是重庆人 是不是长得比我好看 很帅的那种 一般 一般 那我呢 还可以 就一个一般一个还可以 达到心理一切了吗 还可以吧 就还可以是吧 哦 你来重庆来了多久啊 也没有来多久 那你以后的打算是怎么样的呀 打算 今年过了以后 明年再重庆 正式的开始找工作 还是在服装设计方面 对吧 对 基本上是往这边靠了 因为我本身就是觉得 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浪费掉了 嗯 我以后的话 可能还年轻吧 就还是想多闯荡一下 就英语方面的话 我还是以后还是可能会从事吧 但其他方面我还是想多闯荡一下 就还年轻 你这么喜欢看书 有没有打算开一家书店哪 这些店铺 哦 那算了吧 你买买买一个书店的话 买一个书店这么多的书 这么 人家可以投资要好大哦 没有就像现在的奶茶店 然后就可以看书提供一些书就可以了 啊 就比较悠闲安逸也满足你的一些 就是 安好 兴趣 哦 我打算 我没有打算开乱菜店 开乱菜店 我觉得太太太太太那啥了 就 啊 感觉投投资可能要赔 哈哈 我没那个胆子 而且没那个资金 你你平时也要去重庆度过书馆啊 对 因为我也挺喜欢看书的 哦 那我们可以周末这些一起约出去啊 就 就那种 以前我同事这些 就星期一星期二我们大家 还有周末经常都会约出去嘛 反正都没事 而且 你知道 太贵了嘛 就一本几次的话 我要买买几次本回来的话 可能就 有点老火 倾价荡产嘛 哈哈 所以说 我觉得你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你的性格特别好 大大咧咧的 是不是朋友特别多 还好吧 就 没有没有那么多呀 就是 就很好爽啊 就是 好爽就很容易交到朋友的嘛 朋友还是 有一点点多嘛 不算特别多 就主要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都多 好 那么我们的女嘉宾在经过了编导和主持人的这个支招之后 也化了妆 又开始跟男嘉宾第二轮的聊天 还是说了很多接地气的问题 比如双方的家境的介绍啊 自己的一些情况啊都有交流 可是呢 新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在的 比如说女嘉宾再次聊到她爱泡图书馆这个问题 实话说我身边也有很多爱看书的人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阅读爱好者 很少听到有人聊天 聊到图书馆是说哪家的图书馆大 然后坐什么样的车去 或者是说你那么爱看书 你开个书吧 不行书吧好贵哦 我去泡图书馆就是为了省钱 但我也承认去图书馆看书确实挺省钱的 但是呢 难道我们爱书之人聊的不应该是 你喜欢看哪个作者的书 你喜欢看哪一本书 哪些书对你有一些帮助 哪些书是你特别推崇的 应该聊的是这些很具体的细节 我认为停留在泡泡图书馆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感受到 就是女嘉宾所说的 她的这种文化方面的一种内涵的 那么现在呢 聊天已经聊到这个阶段了 很快就要进入表白阶段 那么今天的牵手是否会成功呢 之前听你说你很喜欢音乐方面 唱歌呀 你清唱了一下呀 可以的可以的 我承认都是月亮热的火 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才会在刹那之间 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我承认都是誓言热的火 偏偏似堂如蜜说来最动人 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撑绕枝肉 白人有喜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新中药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我们今天的相亲直到现在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跟我有个共同的想法 其实两个人在相亲当中的表现 都是非常的真诚的 而且特别是我们女嘉宾这边 也做出了很多的改变 那刚刚我也看到了男嘉宾 很贴心的为女嘉宾去买了奶茶 证明你是有心之人 还记得女嘉宾最开始的一个喜好 两个人之后的一个深入的了解 其实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 来到最后了 你看互动也互动了 深入了解深入了解了 最后咱们总得有个结果是吧 现在两位还没有什么话 要对对方说一下的 马上我们就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两位 没有 没有什么话了 男生没有话了 女生呢 没什么话 也没什么话想说了 那行 既然两位都没有什么想要再说的 我相信就是内心已经有答案了 是吧 最后的选择规则就在我的手上 那么大家看到我拿了一本书 因为之前两个人都同时说到 喜欢看书这一个爱好 最后我们就用这本书来看看 两个人能不能够牵手成功 能不能共同拿起它 我最后说一下选择规则 如果两个人都选择牵手成功的话 就同时拿起我手中的这本书 如果说选择牵手不成功的话 不拿就可以了 转身离去 好不好 听明白了吗 选择牵手成功就拿它 不牵手就不拿 离开就行 好吧 我数三二一之后 两个人给我明确的答案 好 来 两位请准备 三 二 一 请选择 你俩是选而不选 又不走又不拿 什么意思呢 就我觉得我们还是在慢慢接触 我私下在做朋友就可以了 就是现在不决定 是吧 对 然后私底下还是想有个机会 再了解一下 今天了解的不够透彻 是的 OK 女嘉宾这边 我也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太难了 但是我们呢 最后是要有个结果的 我在这里就宣布 两个人今天牵手不成功 那私底下如果两个人 你们觉得还有必要再接触一下 那是可以的好不好 好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今天的男嘉宾 第一项还是挺好的 然后掌声这些也很帅气 但是可能是因为相处时间太短了 也不够太了解 而且可能我对外地人 我还是比较喜欢重庆的男生 多一点点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陶 男女嘉宾最终是没有牵手成功 相信为什么不成功呢 大家心里都是有一个答案的 今天的女嘉宾其实是高开低走 原本我对她的印象 除了这个外形打扮稍显马虎之外 本来对她印象还不错的 就是英语老师 执声的这个专业素质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男嘉宾 对她最后的印象是那样呢 就觉得这个姑娘好爽有余 大大咧咧过头 那么这些原本是包一词的 比如说好爽啊 这个性格很开朗啊 不在乎啊 很大气啊 那么这些形容词过了头之后 是什么呢 就是粗糙 一个女孩子的外形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精益求精 尤其是在相亲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度地修饰自己 另外呢 对于自己的爱好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清晰的说明 而不是停留在一些表面上的功夫 另外呢 女嘉宾对于未来的 事业的规划也应该清晰一点 否则感觉就是你整个人 好像对生活本身都是浮在表面上的 就跟你谈恋爱有一种不真实感 那么至于男嘉宾呢 我觉得你初来乍到 还是对我们的城市多一些了解 对自己的事业方面呢 也要有一些详细的规划 今天的女嘉宾是大大咧咧 她可能都没有太多的这种经验 来相亲 如果遇到一个成熟一点的女生 可能问一问你的事业规划 你的购房计划 你将来怎么发展 可能你也达不上来这些问题 所以两个人看了这期节目之后 希望都能够对自己有所提升 要取得一些进步 那我想最后提醒一下 我们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本期嘉宾的情况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8805 8805来咨询 那么同时呢 您还可以前往我们龙湖 新一城二楼凡人游戏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进行报名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要感谢红毛药酒的赞助播出 一杯药酒白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精选67味道的药材 经过671项指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药香浓郁能治病滋不养生 福寿长光爱爸妈少不了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还是那句老话爱情靠争取乌亚不放弃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她是踏实稳重的库管员 我们公司的吧 我们都买了五千一千的 比一般的女孩子 亲爱喜爱做的走道 她是快人快语的好爽妹子 我不认识不认识我认识不认识 我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不认识 是一个不矫情的姑娘 是吧 初次见面 她对她一见钟情暂不绝口 过程感觉很可爱她 可是我没家人的呀 可到底是什么原因 又让她们产生了这样的顾虑 有点家庭不是很疲惫那种 来到男嘉宾家里后 这位老人的出现 会让两人的关系 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聊天过程中 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使女嘉宾态度如此强硬 今天第一次见面 男嘉宾都在几个月之内 都把所有事情 全部处理完吗 我不希望 其他目标的世界 男嘉宾的真心诚意 最终能打动 女嘉宾的方欣然 凡人游戏精彩内容 下期为您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想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